CANNASA 又要請教你了 因為我有時候買東西 買完有些很漂亮的紙都像這些 我又不捨得扔 不過家裡現在這個就成為了一個婦女 因為久不久看到它整個插得好像很混亂 到收拾 其實沒什麼可以怎樣收拾 最多就是大袋包細 最後都是有一袋東西 怎樣處理好呢 存紙袋其實也是香港人 或者是很多不同類別的人 其實都很喜歡存紙袋 為什麼呢 第一 我永遠都會覺得我將來會用 第二就是很多像你說的名牌紙袋 我買一件東西回來的袋子很漂亮 我捨不得扔 那存起來其實你已經不算多了 我見過最厲害的是有超過一百個紙袋 一百個紙袋放在家裡嗎 是啊 可能那個人是很喜歡買衣服 衣服鞋襪也很喜歡買名牌 好了 紙袋怎樣去分呢 其實也是很簡單 要的就保留 不要的就扔 怎樣去保留要還是不要呢 我會建議你保留一定的數量 是的 譬如說你真的不需要用 送禮或者拿出去的 那你就保留十個八個 會否保留大還是保留小會好一點呢 我說你自己的需要 我覺得你真的拿來要用 譬如說我之前都有很多紙袋 我會拿去買菜 你說拿這麼漂亮的紙袋去買菜 很不值 但其實你放在這裡 不用還不值 還不值 好了 還有一件東西 就是可以拿上去買 買也可以 是的 可以拿上一些拍賣網 或者二手網 譬如說Carrosell 其實也有很多人放名牌紙袋上去買 這些袋買也可以 有時候去完搭長途機 行公司會給了這些 我們叫做廚藝袋 即是晚上的日用品 我覺得很漂亮 儲存了很多 但其實同款的 可能一款已經有十個八個了 其實這些袋有沒有可以買呢 可以的 譬如說像你這樣 你經常出差 我建議你可能保留一至兩個 因為你每一次去 可能都會收到 是的 你說我真的很喜歡 保留一兩個沒問題的 其他都是拿上去二手網買的 但譬如有些日用品 我又有一個習慣 看到它一便宜 我就不買 好像這些補充裝 有時得價和不得價 可以差一倍兩倍 所以我買一買一又變成這樣 有甚麼建議給我 香港真的很方便 所以有時候你說不是你 其實我自己也會的 以前買一包就20元 買兩包就30元 平均價值了 而且很多時候現在 特別是沐浴露 或者是洗油水 都是四支四支 我會建議你買了 是預算一定的數量 譬如說我已經買了四支 你預算我一個月用兩支 其實都是兩個月的存貨 而現在超級市場 經常都減價 不會買不到便宜的 所以忍受不要買 譬如說好像Elvatt 你買了 這裡你要想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在日期前用得完呢 我用得完固然是OK的 但如果用不完 計算可能會過期送給朋友吧 像我之前那樣 我家裡有十多支牙膏 最終在過年的時候 送給親朋戚友 自己只剩下兩支 因為逢星期五 買牙膏都會便宜的 是的 我之前也試過看到有豉油 他買豉油送另外一個調味料 我發覺很划算 我買了三支豉油 送了三支調味料 豉油我都還好 但調味料一直都沒有打算用那一款的調味料 所以攪拌很久 最後都用不到 最後三支調味料就浪費了 是的 你經常說買一送一是很划算的 例如買一送一15元 一支都10元 是不是15元比較划算呢 其實有時候可能 你15元的兩支過期都用不完 其實你損失的就不是10元 就是15元 明白了 謝謝 Ruby 背召金 我們同仍然一樣 已經И